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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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东京奥运来讲 这可能是一个蛮伤心的事情 人们说东京奥运最亮眼的 是最后闭幕室里头的 最后巴黎接起之后的巴黎奥运的广告 巴黎2024年将举办奥运 而夏法国这样一个国家 它都是用100年来看的 因为1924年正是巴黎奥运 事隔100年 这100年之后 巴黎奥运想要最先做到的最重要的事情 减法 减排 绿色 这是巴黎所提出来对未来奥运最重要的承诺 你一定看过巴黎的爱菲尔铁塔 和法国各式庆典时铁塔下的人潮 以及爱菲尔铁塔夜间的灯光变化 包括国庆日各种灿烂夺目的烟火 甚至是马克宏刻意选择的重要演说背景 但是包括巴黎人都没有看过的 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铁塔前的沙滩排球 巴黎在1924年奥运的100年之后 再次获得举办2024奥运的最强论述 是一个志在实践巴黎气候协议的奥运 极力减少建造各种运动设施的排碳量 巴黎2024更特别坚持一个社会维度 不但将雇用失业人口参与奥运基建 并承诺将各类运动设施盖在贫穷社区 让若是青少年可以实际受惠于奥运 事已被认为是全世界最美的城市 将以巴黎各个著名的地标为运动赛场 再加上回收 既有设备减少排碳 这就是巴黎2024的奥运方程式 巴黎已经准备了 因为我们想要的游戏 是游戏中的游戏 在游戏中有少设施 有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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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奥委会为了这场被称为 以清醒而朴素的原则 所打造的巴黎2024 制作了一个极为动人 充满法国元素的奥运 Making of预告片 更快 更快 更高 更快 更快 好帅 好帅 有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奏起的马赛曲 法兰西运动场屋顶上的长笛独奏 塞纳和圣母岛上的小提琴合奏 罗浮宫胜利女神之前的马林八琴演奏 廢弃火车铁轨改造为绿道的钢琴演奏 巴黎滑板公园里敲击鼓手的演奏 透过巴黎标志性建筑的音符接力盛宴 不但串联了各个奥运赛事的场地 也呼应了百年前1924奥运的巴黎 是海明威笔下 巴黎是一席流动的饗宴 这一刻是第一次 我们有一个人的眼神 这些人的眼神是女人的眼神 我们曾经在第一次写军 有些古典的角色 有些古典的角色 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女人的眼神 所以我们必须看得到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可以看得到 而这些女人 这是另一个历史的元素 这些女人的眼神 有两个女人的眼神 在这个充满巴黎浪漫氛围的包装之下 真正值得关注的 是一个不断被法国奥委会强调的 清醒而朴素 所以我们的游戏 所以我们的游戏 可以帮助我们的游戏 我们的游戏 这是一真正的费 这不是一个花费的花费 15日 这是一个花费的花费 可以帮助我们的游戏 更多的东西 我们需要更多的东西 在这些花费的花费 也在美国的学生 也在美国的学生 因为这些花费的花费 也在美国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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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95%的比赛设施 将利用已经存在的设施 巴黎奥运基建所产排碳量 将减少六倍 但是更具颠覆性的 是巴黎致在打破 从1968年到2012年的 伦敦奥运会 每届预算平均涨幅 高达168%的下场 东京奥运会 因为疫情 和推迟整整一年 最后的开销 高达154亿美元 是原定预算的整整两倍 也是一场打破 所有预算记录的奥运会 2004年 雅典奥运之后几乎破产的希腊 2016年 李约奥运难以回收 并且与平民窟为零的尴尬 都让越来越多的城市 对奥运望之却步 虽然巴黎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强调 目前奥运基建和预算 都在进度表之内 但是已经确认 无法如期完成的是 连接奥运村 和巴黎市区的快速地铁 全是 巴黎北边的圣丹尼地区 以游地区号93 被标记为最贫困地区 将成为2024巴黎奥运会 主要赛区之一 法国已经投资了13亿欧元 进行基建 例如举办水球和游泳比赛的水上中心 巴黎将回收一个废弃电厂的老旧厂房 去污染后 改造为各栋面向赛纳河建筑 这也将全面翻新赛纳河岸边公共空间 引入和连接到这些未来的建筑之中 这会是赛纳河2.0进阶版的新作案 历届主办国为了要增加夺金机会 无不主动加入自己拿手的金牌强项 法国取消空手道也是主办国前所未有的逆式操作 为的是让全世界更多的青少年 包括那些只能在街头巷尾 没有运动器材 没有球场 没有服装的弱势青少年 也能感受到与奥运的连结 期待巴黎这一席流动的运动饗宴 一个以回收减碳 清醒而朴素的奥运 我们2024年7月26日 巴黎见